当然了 好像现在这样 我已经借着夜场了 你知道我又真的要 不行了 你不能睡觉了 够钟就要上床睡觉了 够钟就要上床睡觉了 所以就尽量 通常我们做商演的就多了 这样的 所以就希望 商演就会好一点的 因为商演通常来说 就是它选择 因为你要代表着 你自己整个要帮他们 去做整个表演 不是一个主题 是的 就是一个表演 但是怎么做也好 其实登台是舒服一点的 因为你不需要 那你只是浪费时间而已 就是你工作量很少而已 因为你工作量 你想想 你只是那几首歌旁新 大家背熟了那几首歌 以前是45分钟 后来就说到30分钟 30分钟到现在就不用了 唱三首而已 但是问题就是 你说三首很容易赚 三首而已 说到明白只是唱三首而已 但是问题就不同了 以前唱45分钟的那段时期 然后呢 情统就知道了 我们唱九点半 九点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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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唱九点半的话 十点半就唱完 十点半就什么都唱完 你真的可以吹吃宵夜都可以 是不是 你以前下半晚做什么都可以 好了 后来到30分钟的时候 就唱十一点半 哇 但是通常那些时间 大家都知道 但是十一点半都可以 十二点钟而已 是不是 还有时间可以赶过关 那时候呢 十二点之前 都很赶 还赶 不要紧 都赶到过关 现在二十四小时 不要紧 好了 到现在了 二十四小时通关 随便如何出入都可以 好了 那我开始唱三首 但是是两点钟唱歌 都真的这些时间多难 因为他们告诉你 其实所有的观众 因为口味开始改变 之前是欣赏你的演出 后来到现在 那些人已经不是欣赏你的演出 那我做什么呢 就是只是为求 你来 行了 我只是为了见你而已 我见完你 你一走 我就走 那你就走 所以就把你的时间 就越趁越压 就一定要压缩 要把你这样 就被你唱压族 是的 不就是压族 被人都压族 他打算你一唱完之后 他走回去打仰 那些人遮掇去掃地 色谷那些的路 接着随着你走 我们有个人 我们要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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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撿杯 是的 因为他们真的试过 我们已经 确定都试过了 是的 我们有一次 去一个卡拉OK机场 这是我的经验 真的是一个 我在上面唱 唱完歌 我最记得 那时候还唱十一点半 一唱完 唱到十二点钟 那时候 不赶过关 要留在那裡 那些大哥就说 喂 上来 拍照吧 进去卡拉OK房 先拍照吧 那我就进去拍照 好了 大概拍了四个字左右 就是十二点半左右 拍照是否四个字 四个字 你知不知道 一拍照很烦 因为一拍照 一拍照 他们就会 喊完所有的姨妈姑姐 要拍摄位 这些都不要紧 那些姨妈姑姐 基本上 接着 旁边厂的人 李庵厂的人 这个 还有有些人 在很有趣的地方 你知道吗 他们会 为了 因为要和你拍照 他们会喊完所有的人 特意来这儿 未必有份去听你唱歌 只是来拍照 只是来拍照 拍照 拍照他去走 好 好 好 但是 我们真的试过 十二点半 落到下面的牆 我们要经过下面的牆 才能走 经过下面的牆 去到那个时候 你发觉了 没有人了 烏灯卡 不是 还有人还在做 但是还有个歌手在唱歌 当然是他们住场 但是场里面的观众 刚才是人山人海 当你走的时候 拍照已经走了 没有 所以他们明白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越来越压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当时 也因为随着这种情况下 内地的歌手抬头 内地的艺人抬头 所以我们开始少了这件事情 我们很多时候 香港的艺人 就变成了 主要去做商院的多乐 真的是